8月10日台风立起马携风雨袭来 上海市区街边可见不少被吹落的树枝 与此同时 总高度632米的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 正楼宝器阻尼器明显开始运作 据了解 上海中心大厦抗风有两大妙招 大厦外形采用柔和轮廓外观和扭转120度的设计 比同样体量矩形建筑的风阻减少24% 此外 大厦125层安装了百式电污流调携质量阻尼器 能有效进行减震控制 阻尼器的作用简单来说 风向一边作用使得大楼震动 阻尼器向反方向作用减缓震动 上海中心的阻尼器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使用的电污流技术 之前类似的技术只用于磁悬浮等其他方面 立起马来西时 阻尼器正在缓慢移动对抗台风 该阻尼器的极限摆幅可达2米 上海中心大厦的工作人员透露 迄今为止 该阻尼器摆动幅度还没有达到过极限状态 在咨诺里面最高的路线上海中心地 下海中的指存下 ead的音量 不要放下令人 下海中心 下海中心